主次姚池君母的花莲市国府里五级慈灵慈会堂 日前举办了天地人五招龙凤五方龙子回原本根的大盛会 会后把供奉的物资分送给许多的社福单位和弱势团体 其中有50份熟食供品还有200份的民生物资 是透过花莲市公所社福平台转任给社福机构 市长温佳琪特别颁发感谢壮给堂主彭敬毅 感谢宗教团体能够照顾热市 主次姚池君母的花莲市国府里五级慈灵慈会堂 特别举办为期12天的天地人五招龙凤五方龙子回原本根大盛会的祈福祭语 而4号下午也把18烧王传火化以复古修缘圆满结束 会后他们也把供奉的物资分送给各个社福机构还有弱势团体 我们慈顶慈慧堂长久以来 也让他们有一个欢喜心 鼓励小孩或是边缘弱势老人家 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母娘满满的爱 也发挥大中华民国伦理传统 其中50份首识贡品及200份的民生物资是透过花莲施工所要转正给社福机构 市长温嘉贤代表接受也办法感谢壮 那今天特别谢谢我们慈离慈慧堂 我们同堂主还有所有的信众大德 那尤其是在这几天的法会办完之后 有一些熟食的部分 还有一些干货的部分 那总计有200多份 那全数都捐给了我们花莲市境内 需要帮助的团体跟个人 那我们再次要特别谢谢他 那慈离慈慧堂的部分 已经好几年都这样子来对花莲市的一个 我们社团来关怀跟关心 那也真的非常感谢他们 而且所采满的东西都是非常好的 那我们再次的代表花莲市民谢谢他们 那我们今天也联络了我们自立商产协会 那还有我们原家中心 还有我们的一个美能企能 跟我们仁岸基金会 共同来领取这些物资 那当然还有一些社区的一个里长 也来领取相关的物资 那再次要谢谢他们 那未来我们会妥善的把这些物资 交付给需要的人 50份的熟食公平24号晚间 立即就发送给花莲市的弱势机构 另外还有200份的民生物资 在25号的下午也顺利送出 借徐力群花莲市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